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是一个小红来作收 那我相信谈到整个大盘加群指数的部分 也许悲观的投资朋友 悲观的专家们 都会觉得说这个盘就没有掉嘛 等气退潮了 大家都跑去玩入股的 玩什么股票去的 反正就像金管会曾主委所讲的 散户资金流出去的六兆嘛 所以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台股最欠没大意 代表人没有行情 那我个人看法我讲过的不太一样 我想我针对整个大盘加群指数的部分 我们在过去已经领先市场跟投资后讲 这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 有没有发觉 当时当天大盘指数还在破底 还在创下整个从万点下来新低点 当时是全市场一片恐慌悲观 风声鹤唳 那时候我们就讲了 这几天会杀完农资 那总的农资不是只杀到95亿 这一波最多杀到143亿截止 对不对 稍微踩个刹车 那我们那时候讲的这个盘放心不会破断重做下去 它会在这边怎么样 一个区间震荡打底 类似之前这个一个区间震荡打底 大概在整个 这礼拜大概什么所谓一个利空或者不确定因素 包含明天的27号 MSC在调降台股权重的生效 礼拜四的摩台的一个结算 那我认为整个利空应该这边会慢慢的一个出境 行情万点 我可以肯定告诉你必来 为什么这么讲一个东西呢 你会发觉不论说你是要看做M头 或是做大右肩 我都没有意见 或是说你说这个还是持续大多头 回升波我都觉得OK 你会发觉这件事情 15年前的时候台股也是一样 面临2000年的总统大选 那时候台股也有两个高点 它不会只碰到一次10393 选前拉到10393 拉回之后 你会发觉又拉到10326 好那你说上次的七年前 我们的马总统要出来选总统的时候 也是一样啊 第一波先来到9708 9807跟正9807 之后压回 也是一样压回之后 还有拉到9859 再稍微创新高嘛 那同样道理 这行情 从历史的轨迹告诉你 尤其加上最近的融资减这么多 融券一直开始 最近在往上攀升 目前已经来到40万张以上情况下 它也不会直接尖同反转下去 那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最差一定怎么样 就算最差行情 我万点都还要再来 那竟然明明知道万点还要再来 为什么要在这边恐慌悲观呢 尤其你会发觉 大盘指数最近就是我们所讲的嘛 震荡打底嘛 那你说震荡打底 是不是代表没有行情 不能走 其实我的看法 我记得我们之前跟投资讲 如果您能够抓住整个关键转折 哪怕是波段 甚至是一个极短线 或者 我们讲的嘛 如果你就知道说 这边叫做一个短期间 是一个上下的区间震荡打底 那你说这整个短期间 区间震荡打底里面 谁说 你一定要被人家多空双疤 谁说 你只能选择在场望观望 不能买 不能进场 谁说 你注定一定要 赔钱没办法反败为胜 你看过去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 我们家族成员 对不对 你知道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 其实也是非常开心 你可以 可不可以低进高出 可不可以高进低出 来来回回 到今天为止累积高达23胜2分位 累积已经大涨了11倍左右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 好那我们再回过来 谈到整个行情 大盘说这边是在主题 OK没问题 那我们说从整个盘面结构 为什么这样告诉我们呢 第一个你会发觉 之前强者很强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觉各投资朋友 你看看 过去如果你看这些强者很强 如果你错过这些股票投资 我说你下次要跟上来 好乐底 对不对 三发的大涨 对不对 这个也都是一个大涨上去的股票 累积都是20几% 你还看过去这段时间 当大盘的这一波还在盘底的过程 普莱德 我创新高 对不对 稳貌创新高 你看今天红杰科 如果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下 8086的红杰科 今天看一下K线图一下 虽然我不是叫你再去做 短线的过度追价 但是告诉你我还在创新高 你看整个PA里面 今天也轮到 落后补涨的2455的群星 原来是创新高 也是一根长红 你看这么多股票在创新高 包含我们腾经代表超过的 也是这个股票也是在上个礼拜 提供给大家的 标股金取奖里面的其中一个股票 对 红家军里面的红准 对不对 是不是 甚至包含在英特雷的这档股票 阿妹的三天三夜 这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做到这边98块多 来 98块多 再跟你说可以卖一趟 你看这次拉回 91块8 再补回来 可以高出低进 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 低进再高出 累计你看 当你还认为没有行情的时候 当你可能还跟着 因为跟着其他专家 或者自己操作不顺利的时候 当你还在认为 这个拉高好像是万般拉台 只会出是主力要出货过程当中 我不管那么多 结论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这些股票已经累积高达五成的获利 已经累积大涨五成左右 甚至包含我们说过的 我们的这个月初 母亲节的最大 赫礼 对不对 起动机限马起机 你看光这个月 这波上去也大涨了17% 也大涨一张大概到最多少 将近14块左右 好那你说除了这些股票 在创新高之外 达哥都这么多发觉 最近有一些股票 之前的弱势股 他告诉你 我不跌了 对不对 之前那投资朋友 心中最痛的可能是一些 比较弱势的股票 那比方 导播可以的话 就帮我们带下 3474的华雅科 你看这波 有没有再跌了 没有 自从那一天的低点 我们跟你讲说 华雅科你不要再杀低了 对 他会不会强烈的终极反弹 你看至少 他跟你说不会跌的 2439的美率 这个之前够惨了吧 对 从190块跌到61块 今天你看盘总掌停板 对不对 那盘总掌停板 我不是说叫你说 他要走回升 他是长期的底部看到 他是告诉你 他基本面还是很差 今年的获利还是大幅衰退 但是因为虽然 他今年的获利大幅衰退 可是你别忘了 我们之前讲的 股价都是事先反映的 他为什么从去年的190 跌到今年初的100 再从今年初的3月份的时候 跌到剩下61块 其实我们之前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的时候 我们一直跟投资人员暗示说 你要提防 他低级财报一定很差 好 等到低级财报 5月中旬公布的时候 你会发觉吗 当你看到美率 第一季只赚0.35月中 请问股票还有半半吗 没有啊 开始足底 当你看到他财报率空 很多专家说 快点来放空这些 所谓的一些红色供应的股票 美率 你放空到今天告诉一件事情 过去这两个礼拜来 你放空的 你全部被打空 对不对 空 不是在这个时候 我认为不是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不对 包含你做2402的一加 老婆可以帮我们带一下2402的一加的K线图 有没有 最近这几天开始直纹在反弹了嘛 低级也是亏钱 3037的新星 PCB的3037的K 你看今天也是藏宏 创下最近这一个多礼拜新高 低级也是亏钱 可是你会发觉 反而这些股票最近为什么都不跌了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事情 连财报很差的一些 低级财报很差的弱势 它都告诉你我不跌了 就算以后我再怎么差 让我们就讲 至少短线也要先反弹吧 因为跟均线的负乖力过大 我也要先弹再说 对不对 那包含还有这么多股票在创新高 所以我一直跟投资讲 千万不要放弃器 千万不要在整个 我们常在讲的 投资朋友跟很多专家 在股票上犯的最大毛病在哪边 就是往往在低档的时候 因为看不到好消息 而过度保守 不敢买股票 或是买一点点 然后偏偏每次在高档的时候 看到利多全面追价 买在破断的相对高档 肯在破断的相对低档 这样子做股票 真的很可惜 好那你说除了这些之外 我想再谈到一些股票 我想我们说做生技股 你一定要找专家的原因留在哪边 我想专家当很多 每个投顾老师也都可以自称是专家 但是我相信 像做了后 像做了后 谁真的了解生技股 谁真的 都有生技研究员的研究团队 我相信其实大家很清楚 这档股票阿密特的后大地就来 是我们上个礼拜 跟投资后分享的一档股票 对不对 我想我们那时候跟你讲的 这档股票 才要刚开始发动攻击 谈到整个邦特 你会发觉 你看大盘扎存指数 今天不过涨二十几点 大盘指数现在还在 九千七百一点下 在做最后的主题的动作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网通股 PA功率发生大借口票 这都已经 现在已经涨一拖了 那已经涨一大段股票 当然短线你不要急着去追价 因为你可能 它要短线涨多 要震荡整理 你去追高 你可能很容易套牢 可是我们在讲的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为什么 每一次我们都是在 第一档去跟你推荐股票的时候 你为什么老是都不愿意 在第一时间 跟着我们来进场买 这些低不好的股票 比方说邦特 我想这档股票 从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六十八块的底部起长点 我们就在跟你推荐过的 也曾经带你操作过 一大波上来 我记得那时候的邦特 叫做特种部队 我们取名叫特种部队 连涨八天没有收黑过 对 然后你会发觉 我们都是一波一波转 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在五月中旬的演讲会 所以以后我们有办演讲 我一直为什么跟同志们讲 你没听真的是你的损失 你看当时演讲会场 我记得过去在这段时间 尤其在四五月的时候 很多专家每天在跟你讲 要买生计 要买生计 还说生计股会飙涨 那时候我记得 我们也跟同志们讲的 其实你到今天回过来 你会发觉 我们是苦口婆用新娘股 我们是在从一个专业角度告诉你 短期间你先不要碰生计 我们不是在跟其他老师对作 说真的 我们没有必要 也没有需要 跟那些操作绩效很差的分析师对作 因为我们如果好像在 跟人家对作 好像我们在promote他一样 说真的 他的当中 坦白讲那种绩效已经跟我们差了十万八千里远的 那是不同等级的 既然是不同等级 就像我们说现在选举快到了 人家有分A咖 B咖 C咖 怎么可能A咖的分析师 A咖的绩效去跟C咖的绩效来比 我们不是在跟人家比较 也不是在对作 我想从最近这段时间 我会发觉 我们是秉持的专业 还有良心 还有最主要是一颗 想帮助各个投资朋友在股票市场 趋吉避凶 趋吉避凶 让你在股票市场赚钱的一颗心来帮助你 所以当时演讲会说 你要买生技股你不要乱买 你一定要等我通知 我那时候我们跟你讲过 生技股你唯一只有两档可以准备买 那我说买点到的 我会通知你 来 说真的买点到 我会通知你 当时在这边的Bunter 你看我讲完的Bunter 经过一个整理 这一波我记得在上礼拜提醒你 这一波整理姿态最高的生技族群 生技股叫做Bunter 涨涨停板 今天盘中插一束束 又插一点亮灯涨停 已经来到96块多附近了 你看短短这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你看到有几档生技股 可以像Bunter一样 喷出 再写历史新高 所以我为什么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也在节目中讲 我说人口的高龄化 甚至最近立法院在吵的 长照的一些长照的问题 这个是全球的一个趋势 没有错 但是我说生技 它是一个长多 但是我说虽然在整个长多里面 你看这几年电子也是长多 你如果电子股如果不是长多 为什么会有三千多块的大力光 两千多块的汉维科 但是我说在整个电子股的长多里面 我相信个头说很清楚 并不是代表所有电子股都长多 也有人下市 也有人最近可能要被打入全额交割 有人从股王变成全额交割股 但是有人从几百块涨到三千块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其实一个产业里面 就算是多头里面 就算是一个长多 就像这个行情里面 我们讲的基本面重要 如果基本面不好的生技族群 就算我跟你讲 美国的NBI哪一天再写历史新高 就算台湾的哪一档 下一档的邦特再写历史新高上去 它代表的未必是你手上的生技族群 所以我说了 你要做生技股 你来找我 当好的生技股的买点浮现 你会发觉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短短这几天又长得将近15%左右 又一张又大涨了多少 你来看 导播这边稍微放大一下 谢谢 有没有 这样就十几块了 这几天的时间而已 你看这样才几天的时间 一张又是一万多块 买一张又一万多 买五张又六万块了 买十张又十几万起来的 好 那我们说过去这段时间 很多投资朋友 都有些手上的股票卡到问题吗 所以我记得我们就讲 如果你有任何股票卡到问题的投资朋友 特别在这段时间 我知道很多人都卡到生技 那我也真的非常 在这边也非常 我们 我是不会讲是感激还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说一种 我的心情是觉得说 很多人这一波卡到生技 他会来找我 因为代表是投资朋友 至少认同我对生技股的专业 对不对 那你来找我的过程当中 我讲过的 你有任何持股问题来找我 我有解套三招教你 那你会发觉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你有打电话进来找我的 或者你有透过FB 股市群会里面 你私密我的投资朋友 你来看哦 来导播如果这边又要稍微麻烦你一下的 帮我看一下一些股票的分食走势图的 你来看 如果过去这一个礼拜 1795的美食 导播帮我们带一下 1795的美食的分食走势图 这几缸你看 当时也是在80块上 70级80附近 那个抱歉再帮我看K线图好了 你来看哦 美食之前是比邦特贵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最近的美食 是不是之前如果在一个礼拜前 你几乎可以卖一张换一张邦特 对不对 4123的成德 也很多人打电话进来找我 对不对 那当时你也是几乎 在80块附近 也可以卖一张 成德买一张邦特嘛 甚至1756的蓝光好了 对不对 蓝光也在40块上下 你说老师 这可以买两张蓝光换一张邦特 可以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在股票市场 不是股票套劳 就摆在那边死报活报 我等到总有那一天 是不是有机会解套获利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看到的是股王 威胜600多块跌到现在 叫做全额交割股 对不对 我有看到这种的例子 我有看到 其实很多投资 有看到很多的这种类似 例子战 红达店 对 红达店从1300跌到剩下100 对不对 好那我们说回过来说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你还看来找我的投资朋友 当时美食你可不可以一张换一张 邦特 那如果现在邦特涨到96 你会不会发觉 你几乎当时你买在90几 你买在百元附近的美食 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 你光这一个多礼拜 我们说这个黄金时间 你掌握到了 你几乎要解套获利了 哥头说你觉得我讲什么道理 你觉得我讲什么道理 上礼拜 你卖一张美食买一张邦特 现在邦特涨到95 96 你随便卖也都无所谓 你几乎都要把你美食亏的钱赚回来的 你几乎都要把你在成德亏的钱赚回来的 你几乎要在南光 要在训言 要在很多的生技股 里面包含建桥这些亏的钱 你几乎都其实一个礼拜时间 你只要找到一档好的股票 而且又是生技股 把手中的弱势生技股 换到强势生技股 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吗 那你觉得说 接下来还没有没有 对 当然你如果不喜欢做生技 你可以 我说要换电子股也可以吗 换只要结论换会长的标的就好 对不对 换会长的标的就好 那下一档的生技股群是哪一支 我想做生技股 请你跟我们脚步来操作 再来一样嘛 谈到质情 也是一样 我们在高档蛋里卖 第一档 当全市长最可怕的时候 660块的股票 将近60块的质情 我们告诉你机会 我们告诉你机会 公开的告诉你 242上下 有没有来到254 好 那如果你在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 或是过去这一个月左右 你自己没有跟我们卖在299的人 没有卖在290几的投资朋友 现在跌到250附近了嘛 或者在上个礼拜 242附近 你不敢跟着我们去买的投资朋友 你现在只要你手上有资情的投资朋友 你听清楚了 我觉得这就是你另外一次的 反败为胜的机会可能又来了 针对资情这一档股票 最近这几天 我随时可能会有第二次的动作出现 但是这个动作 你不要自作聪明了 我先跟你讲 因为做对方向跟做错方向差很多 我可没有说第二次的动作一定就是买 或者就一定是卖 对不对 反正 如果你手中有资情的投资朋友 你想要掌握 我对生计股 我对资情 未来这个第二次动作 的一个最新的动作的 最新讯息的投资朋友 你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做预约 好不好 不要我在买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盘中讯息 你不晓得该买 我在卖资情的时候 因为你也是因为不晓得 我盘中讯息 你不晓得卖 同样的到底 这是压到242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盘中讯息 你不敢再做一次短信的一个加差 那接下来的这次 第二次的机会 你把握住 或者说 我们刚刚说我讲的 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我有三招 我有三招 哪三招其实 你打电话进来就知道 或者你真的不晓得的投资朋友 不好意思打电话进来的 我想我还是一样 到昨天为止 我一路走来时钟如意 要么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比较快 不然的话 你害羞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到FB的股市群位里面 私密我 公开版 我一定不回应 我一定不回应 私密我 把你手上股票有任何问题 交给我来帮你做处理 好不好 谢谢 好 非常谢谢杏杰老师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那么稍后回来 杏杰老师要带我们来看看 投资朋友又问了他 哪一些的个股问题 我们马上回来 干货 多好了没 还没 听飞 ¡ 贴身-量商机 威力 不可消失 你说我刚刚吃的新闻吗 待到这里 i can't eat 你自己就好信心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嗎 只要隨時隨地拿起手機 蛤 明星賣萌大祈福 顯得比我可愛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動態 追蹤最新的劇情發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 三地韓劇一家消息 先上網搜尋 三立新聞網 輪源投顧 認真 負責 專業 結成為您服務 服務專線 02 23219933 23219933 新的電燃素 才健康好方法 無糖 無咖啡因 日本超人氣 Asahi 16X 新裝上市 股市不只是加權指數上上下下 匯率升扁到底代表什麼 產業賺不賺錢 跟你我有什麼關係 互動式的財經平台 帶您深入探索美的資訊角落 全新改版 內容升級 進行鎖定三立財經台 1900財經新聞 大樹有26萬片葉子 樂物網的物件 比這棵大樹的葉子還多 我們數給你看 經過9天的實驗證明 大樹有26萬片葉子 而樂物網的物件 居然還多了1萬以上 樂物網有超過28萬筆物件 真的比較多 快上樂物網好物多更多 回到節目現場 趕快請信良老師 幫我們解答一下 觀眾朋友又問了他哪一些 都是最近熱門股的問題對不對 我想沒有錯 最近在整個光通區的族群 是比較強勢的一些族群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 都會覺得說很可愛 第一個問我老師 官方還可不可以再買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每次在低檔區 我們在講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都不趕快跟著進場 一定要漲到股票 大漲一大波的時候 你會發覺每次漲一大波 都很容易進入一個 短線的一個震盪整理 你才來問 那你如果說 當然也有投資朋友問說 老師我手上有關環的 現在開始在做震盪 我要不要做獲利調節 那我個人看法是說 你按照我們的一個 決策操盤系統 這個業界最佳軟體來看 如果你是做短線的投資朋友 你的短線關鍵價 如果你是做波段的投資朋友 你的中線關鍵價在這邊 當然這個價位 我想過它隨時會做改變 另外一檔股票就是波若薇 因為投資朋友問說 老師為什麼光通訊的股票 你講的華星光 起雞這些股票都大漲 波若薇為什麼跌得這麼慘 連動都不會動 其實這個就是 攸關到整個基本面 那這檔股票其實我們之前做過 那我們在這邊獲利出清之外 之後為什麼從來不買回來 反正我們去買起雞 為什麼我們去買華星光 最主要就是基本面 它的獲利是不如預期的 所以如果波若薇 當然短線跌升了 它有機會做短線的反彈 可是反彈上來 如果比較接近中線的壓力區 手上有的投資朋友 你要記住 短線的賣點在哪邊 這邊是提供給你做參考 當然如果你還有 認得持股問題的 剛剛我也講的 因為沒辦法 一一的在節目當中幫你回應 沒關係 你有認得持股問題的 我剛剛講的 打電話進來 或者利用我們 FB的股市群會 私密我 我有方法 我有方法 比方說上個禮拜 就很多投資朋友 升級股打電話進來問我 你升級股願意打電話 進來問我的人 很多人 你看光這禮拜 從上個禮拜 我幫你以股換股 美食成德 甚至合一 賣兩張合一 換一張幫特可以嗎 我幫你換到幫特 你看這個禮拜的幫特的大漲 這兩天的幫特的大漲 幾乎都可以讓你在 升級股虧的錢賺回來的 好那你說 除了整個升級股之外 老師接下來還有什麼標的 我想在這一波的光通訊 去年裡面的股票 既華星光 起機 光黃大漲之後 我們講過的這一檔 隱藏版的這一檔 生氣族 網通股 你要特別注意 那這一檔股票 我講過的去年賺三塊半左右 今年配息 光配息又配四塊多 所以股時機率是很高的 那今年的獲利 大概可以較去年大幅成長 大概六成左右 這檔股票你可以特別注意 我講過的 現在有沒有發覺 它只是類似之前的起機 類似之前的光黃 開始怎麼樣 開始在往上做攻擊 所以這支股票 最近這邊震盪整理完 我相信是準備要突破上去 所以你要利用這一檔 勾聲來向 最近這幾天的一個什麼 在這邊區間橫盤過程當中 好好把握牌點 另外 我想如果這一波你真的自己 或跟其他專家操作不順利的 我們不要說請神拿來救救你 讓股市群衛 讓信杰老師我幫你一次 陳小春的聲啊救救我吧 這檔股票 那我講過的 每股禁止高達四十幾塊 第一季就賺了將近六毛錢 去年是虧錢 第一季去年是虧錢 是轉虧為營的轉機股 然後呢 目前的股價只有在二十幾塊 而且法人最近調高他的目標價 最近法人開始在大買這檔股票 我想這一檔股票 你有興趣的 你想趕緊跟上車的 想要在股票上 反敗為設投資朋友 歡迎你 現在趕緊跟我們線上 服務保持聯絡 明天盤中震盪 讓我親自帶你買進 好不好 謝謝 非常謝謝信杰老師 這是今天的節目 大家明天見